路旁這對夫妻一早八點多起口角 越吵越兇 下一秒路過騎士都看傻眼 因為男子突然把手上的一大碟鈔票 拋向空中 白花花的鈔票就掉在車道上 先生離開前回頭指著太太標罵 妻子眼看場面失控 談不下去了 只好先回頭穿梭在車陣中冒險撿鈔票 但他的先生離開現場沒多久 距離這對夫妻爭吵地點沒多遠的路旁 車隔 轎車駕駛座 車窗被砸破 離自上海大塊的磚塊 不只車內都是碎玻璃 引擎蓋也被砸到板金凹陷 車誰砸的 徐心車主一早要開車外出 看到愛車駕駛座車窗被砸破 第一時間以為遇上小偷行妾 帶領張姓男子這時走出來 向車主說 車子他砸的 原來剛剛跟太太大吵一架 心情不好 一時情緒失控才會砸車 願意配上車損 與妻子爭吵一大早地在路旁撒鈔票又砸車 即使太太把先生撒出去的新臺幣都撿回來 但先生失控砸爛無辜車主的車輛 現在這些錢都得用來賠償 三營宣 橫木市紹長 新北報導 專輿不著便宜 第一個, guitars 這次 第1章 itez 掉 放 清